左侧,手中,转向左,右,手,身体向下去吸,推起来,侧肋盲体,手交叉, 航力拎起来,收,再一次胸前交叉, 手,你力招不掉,肚子去找, 六,起,八向上,请胸直接打开,胸前背肩胶骨夹紧, 一手,喊住,七,二,三,向上,后背展开, 喊下来,拎起来,肩胶骨夹在一起, 喊住,呈现时,后背,拎起来, 拎起来,五,六,起,手,呼吸,提胸向上, 沉,再一次,二点,提胸向上,下下拉开, 胸向前,手臂向后, 喊住, 八点,先向上,走了, 平息,三,衣,杨,你力拎, 缄这先向上, 天凶向上, 这是, 请走,掌根指根指尖,撩起发。 右肩甲,掌根指根指尖,撩起来。 撩,撩起来。 二点,肩甲,肋骨,撩起发。 沉,捧你,穿着落手,微笑,发生。 直到与你相传。 看前方浮沉沉。 上起。 展开。 后侧,肩甲裤夹紧。 抬头,熊爪天花板。 手。 后背拎高,手肘抱住自己。 一节一节拎起来。 胸。 背。 紧。 头。 肘。 腕。 前。 很好。 第一个组合,我们做最基础的热身。 所以我们给了几个最基础的热身。 肋骨向上,肋骨向前,后背包住。 对吧? 然后我们做了手臂的延展。 两个动作我们要注意区别。 肋骨向上的时候,对吧? 我们手要向上。 那我们胸向前的时候,双手臂要向后。 所以分为两侧活动。 我们向上和向前的动作。 然后我们做了手臂向后,两个手臂抓在一块的动作。 对吧? 我们尽量让手臂要找在一起。 借这个动作来练一下肩。 音乐叫做《愿得一人心》。 是周深唱的。 愿得一人心。 对吧? 很好听的一首歌。 来了,我们活动一下前去。 床脚,打开窄于肩膀。 右侧,脚跟,拉开。 摇臂,贴腿,夹耳,挺胸,前铁,向下。 拉起来。 转,两,七,走啦。 三摯。 右侧,原则,四三个。 刺ался,她是在弄下哪。 索穆上踢屋。 把肋骨放下来 左脚跟为肘 最后一组右边开始 肋骨放下来 来啦 六七走啦 提前向下 伸出拎起来 腰椎 胸椎 颈椎 头走提前向下 领起来 腰背脚 头钻向下 抬头锁骨向前 钻起来 肋骨放下来 肋骨放下来 低头 小的 够啦 好 腰背脚 右侧,转右,眼睛即将开向前后,开向4点前后,6点前后,手向左,右,左, 右侧,右侧, Hand,后,虎,右,左,右,右, 左转右好后 右右往左旁后右左 左旁后旁前拎起来 五六成轴展开 收放回来 对了刚才我给了一组动作很好 我给了一组横顶的动作 特别适合我们早上来活动横腰 但是要记住我们作为成人 当你热身热得没有特别开的时候 你就是别盲目的先上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 横顶翻开 注意这个动作除了横顶 我们有一点翻胸腰的质感 我们有一点翻胸腰的质感 所以我们是要看向上的 你们注意横顶的这个动作 和推翻起来的这个动作 是有区别的 横顶我们说我们是在直立状态上 做左右的凝转 这个动作我们的视线是平的 可是我们一旦做翻转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胸是尽量在横顶的角度上 还要推向天花板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向左推的时候 我们右侧的肩胛要额外的用力 保证我们上半身是直立的 别一躺就下去 这个动作就变了 就变成下大腰了 所以我们的肩胛骨要向上推出去 肩胛骨向上推 感觉是从下面推 有人拖着你的肩胛骨 向上顶出去的感觉 反方向 那就是左肩胛往右推 这边就是右肩胛往左推 这是同理的 然后当你这个动作掌握了以后 我给你们一组挡伸起来 横顶的动作 提肘 提肘这个动作很重要 我们要多练习 还要把它养成习惯 手指尖向外 然后我们左右两下 左收住 手在旁 向后下胸腰 让手臂在头后侧 经过右侧到前 到前的这个动作是沉下去的 手自然下垂 然后我们从胸椎 颈椎头 拎起来配合手肘 手臂打开 那刚才我们是向左先转的 这次我们向右转 左转 旁 收住 后下胸腰 旁 然后有两个腹内发力 卷向沉 全程我们双腿都收直 全程舌双腿都站直 国生机牢牢的蹬紧 提手 提腕 提手 把手臂打开 这个动作不但很好地 练了我们的横领 这个动作最好的一个点 练了我们什么呢 这个动作最好的一点 练了我们一个胸腰画原的套路 对吧 这个胸腰画原的套路 在哪个里边我们会大量的使用呢 也就是我们的云手 对吧 其实它是给云手做起范儿的动作 但是单独练云手有点烦 所以我们加上横领 我们再看一次这组动作 五六七走 向左向右收住 旁四个点 一个点 后两个点 旁三个点 沉下去四个点 拎起来 是不是 所以四个点一定要做得清楚 我们云手大多数做不清楚 而且胸腰轨迹出现问题 就是我们在那糊了 对吧 就说的不到位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动作向左向右 经过旁 后 两个点 旁 到前三个点 后背 攻住 拎起来 对 所以四个点要做清楚 四个点要做清楚 四个点一旦做清楚了 你长时间的练习 那你胸腰向后 胸腰向旁 甚至从旁到前的这个转换 就会变得很好 很清楚 这点你们要清楚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练习 我们做一个旁腰 通过腹内到前 沉住 然后我们拎起后背的练习 对吧 来灵活我们单侧的肋骨 向后仰是这样 来我们看向后 向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给胸腰的时候 我们的发力应该更多的 在我们的肋骨上 所以你不用下很多 而且千万不要拿头引领 千万不要拿头引领 对吧 我们的肋骨向上 微微带 其实脖子还是梗住的 这是我们下胸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用身体下胸腰 而不是用头下胸腰 所以像蛇脖子 包括什么鼻尖向上 这种动作都不要出现 我们用锁骨向上 肋骨推起 吸气 锁骨向上 往后躺的感觉 下到哪儿就算到哪儿 起来的时候肋骨要往上推 肩胛骨要往上推一下 让你的锁骨向上挑 然后把胸放下来 所以下胸腰的时候要梗住 要梗住脖子 然后我们接着说画圈的头 我们画圈的头是旁 后脖子梗住了 这个问题说出了 然后 其实我们做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头都是随着动 有的时候我们强调身体已经到位了 但是头是要最后到位的 谈为为畅的 谈为为畅的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过程 横顶的时候 头看前不动 到旁 后 再到旁 眼睛看前 最后一个 当你肋骨沉下去的时候 你的头再下 拎起来的时候 头是最后起的 对吧 头是最后起的 对吧 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下一个组合练什么呢 我们今天下一个组合练 我们的 轴 万 指尖 轴 万 指尖 对吧 这是我们上一周的课最后说过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点的问题 轴 万 指尖 平铺 轴 万 指跟指尖 下 对吧 上 上 上 平铺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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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下 来 提 提 提 指尖 平铺 大 轴 万 指跟指尖 按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过程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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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点 向下 三个点 对了 匀手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说匀手 我把手臂练一下 我把六个点练一下 我们一会儿说匀手 不着急 来我们把六个手臂的点练一下 准备手臂放平 肘架下来 腕 指尖 平铺 下下 走了 肘 腕 下 踢 踢 踢 下 踢 踢 踢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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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踢 踢 踢 右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对 来来来来我们换首歌 来准备开始了 五 六 七 走 踢 踢出去 呀 落 下来 走 走 腕 指尖 走 腕 指跟下 一 马 搓出去 肚子力的肥 肚力的肥 肚力的肥肌 走 腕 指尖 走 腕 指跟呀 走 腕 指尖 行 溃 вижу famil 不 說 你 擁 行 食 是 十 是 馬 人 走 他 是 小 我向日向路满满光满 五六向内走 轴腕指根指度轴腕 直接搓轴腕指根度轴腕 直接出内下 按下来提上 送出去 抹下来提提淋出去 按下来提提送出去 二三四五六七八 走腕指根 五六不做点了 走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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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腕落 一二三 五五五三 袋花梅 五五八 五五三 走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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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鱼 歇走,下走, 歇走,乘走,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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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五六七 走肘腕指尖 肘腕指尖 左边 肘腕指尖向远延伸 沉肘肘腕 沉指尖 请修配合 沉浸 提 沉 提 沉 提 沉 来吧 很好 我们解决了手臂肘腕指尖和肘腕指根向下发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开始练的时候就要从慢速的点状开始练习 一 先找着发力感 二 三 上去 二 三 盖下来 从这种慢速的发力开始 老师肩膀动 老师肩膀动你要控制一下 学会肘 我说了第一个发力点是肘 你要想 第一个发力点从肘走 都说手臂的发力在外圆 但是你要是过度的往上想 这个肩就是容易紧张 所以肩胛骨下颜夹住 把肩撑好以后肘 所以你看动肘的时候肩是不动的 随着你一节节向上的时候肩才随着你动那么一点点 对吧 一点点 所以就说肩的问题 来两个问肩的 再来一次 问肩的问题 首先肩胛骨下颜站好的时候要夹紧 第一个发力点我们给到肘 对吧 给到肘千万不要给到大臂以上 都说是外圆动 其实你肘架起来这个动作就是外圆在动了 但是不要往上给太多 一旦往上给就会给到肩膀紧张上 所以肘腕指尖延展 然后肘腕指尖向下 对吧 肘腕指尖延展 肘腕指尖向下 当你微微挺胸肩胛骨下颜这个动作解决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快速的练习 吸 沉 配合呼吸 吸 沉 吸 沉 吸 沉 但是这个地方你们要提醒注意 这个吸 肋骨拉上去 沉的时候 沉下来 吸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后背被拎起来 胸椎颈椎头 吸气 沉 肋骨向下 胸椎颈椎头 吸气 沉 肋骨向下 要经过这个过程 这是基本功课 这不是舞蹈 这基本功课 刚才我们训练了手臂 我们下一个主题 今天有人问我要练那个云手 下个问题我们练云手 肘和腕总是分离不了的 咱们这么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这么解决这个问题 肘 肘先做二十遍 你只做肘 让手腕放松 肘腕不分离的人 一般就是说明你这两个地儿的发力 本来就不是很清楚 对吧 但本来就不分离 我们容易这样 其实因为跳舞就是这种分离 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正常人生活中 这手都是 就是我一动我可能都是一体的 我虽然现在突然你自己动 所以你记住 你要先干嘛 先提肘 这个动作你手腕不动 你就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过来 先做到二十遍 做到二十遍 手肘有一定意识以后 肘腕 肘不动腕回去 腕再给我做二十遍 然后你让它单独有意识了以后 再肘腕再去连着动 这个办法给你们 就是所谓慢做无死角练习 又求音乐名 艾迪老师的专辑 这首歌叫做庄舟 这首歌叫庄舟 是霍尊唱的 庄舟小梦迷蝴蝶的庄舟 对了 这首歌叫庄舟 来了 我们紧接说云首了 说云首之前 我们给两个单一的联系 经过几个单一的练习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我们来玩一个变形金刚的小游戏 对 什么样了呢 第一个动作 我们手从前从旁起 直接向左下旁腰 对了 做这个动作 六七 走一 对吧 你也可以从斜下 直接向斜上上去 但左侧要夹 对吧 五六七 走一 收反方向 二 收 三 三 手 四 手 五 手 六 手对吧 旁腰 右手 头上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 我们练习什么呢 我们练习 手 经过身体 五 六 七 八 大 一 二 你看这个动作 身体带一点扭转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单一的动作先练了 好 我们把两个单一的动作先练了 然后我们往下说 好 来准备 五 六 七 稍微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七 七 走 等你 翻腕 走腕指尖 五 三 八 六 八 八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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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八 八 八 看后背 像个片儿一样 像个片儿一样 一样去飞飞 我能够到我 将当前 一样去飞飞 复兴的温情 六,右肋骨,正中旁裂提起,推回来。 七周,八点,二点,裸提,二点,捧你,八点,收到了, 来,摆好,拉开,继续,单手右侧,前旁,后右,沉下去,领起来。 再一次,反方向,左手,前,旁,后,旁,手,领起来, 斜前,旁边,后,反方向,右手,八点,七点,向后,正旁,手,沉下来。 八点,旁边,后,旁,手,反方向,二点,旁,后,左,手,二点,后。 对,很好,我们经历了几个位置呢,我们经历了几个位置呢,来,我们查了哈,刚才我们用旁腰的动作,活动开我们的肋骨, 然后我们做了向前摊手凝转的动作,开始来了哈,我们组合成匀手了哈,我们只先说上手哈,直接从八点起,然后经过旁,到后,这是个下胸腰的位置, 然后再到旁,然后靠右侧的肋骨,沉一下,头不动,拎站直,手自然放松,所以我们是八点,经过从左侧鞋前,经过左侧的旁边,正后,右边的鞋前,拎起来,是不是这个顺序? 我们再看一次,走了,八点,旁,后,下胸腰的位置,到右侧,然后继续,手向下, 沉住,拎直,对吧,但是这个沉,这个沉,你看,泻气,肋骨找跨尖,但是头是不参与的,对吧,头是不参与的,我们再看一次,五六七,走,八,旁,后,右,沉,肋,拎起来,是不是这个顺序? 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拎起来,那反方向,刚才右手是向八点起的,反方向左手就先向二点去,就很清楚了,六七走,二点,然后到旁,要把脸先露出来,到后,这个动作在后的时候,肩尽量在头的下面, 然后到旁,然后到旁,然后左侧肋骨沉一下,头不动,站直,对吧,这种拎叫小拎,小拎就是为了站直,小拎就是为了站直,我们再看一次,六七,走,八点,旁,后,右,前,拎站直,二点,旁,后,左,前,拎站直, 是不是这么个顺序?这个动作很关键,其实这是一个胸腰的画园,我们很多人有云手做不明白,就是你胸腰的画园做不明白,你看云手这个动作,经过站,又经过喊,收下来,这个动作要想做得漂亮,你胸腰旋转的,这个涮胸腰的幅度就会很重要,所以你们就要多练习这个,从单手练胸腰的画园开始, 这个动作对于女性来说,你们也会经常出现,你看更专业的教材那边一点,原厂上来,他这一圈画很大,所以胸腰的意识不好,你的云手就塞不进去,所以你们只能是盘盘手,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好看,因为你的身体没进去,对吧,所以我们两侧胸腰画园的动作,二点起,八点起,二点起,我是镜面教学, 这是手,对了,头跟手走吗,不,头要控制,你看我眼睛,你们是镜头,其实相当于你们是我的观众,看前,后控制,右,沉,起,拎起来,这个什么问题呢,头做大其实很容易,头控制其实不容易, 但是有个问题是,头要是不控制的话,一旦五姿形成,我们也会有时候不带头,对不对,所以你从控制头开始,因为低头,起看天,沉看右,再向前,这个动作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但是具体这个动作,但是具体这个动作到处带不带头,取决于你编导的要求和你这个动作的意识,也可以带头,也可以不带头,对吧,比如你试一次不带头的,你看前,二,三,四,沉,拎,站,直,带头的,眼睛看向下,随着身体,上,倒右,沉下来,拎起来,头最后展开,也可以带头的, 但是带头我有要点,你们看着哈,八点,旁,后,这个时候,下胸腰的时候,脖子还是要给我耿住,千万不要这样啊,耿住,然后到右,前,头永远比身体往那么一点点,拎起来,对吧,所以你带头也可以,不带头也可以, 那这个动作取决于你云手整个身体的轨迹,为什么我们的呼吸看好看的吗,不一样,不一样,云手是个单一动作,云间转秧我觉得是一个组合的动作,对吧,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发力感也不一样,画圈的顺序也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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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套路,我也是上来,就是手带肩,然后就发现,手带胸,然后就发现大家做起来非常吃力, 我就发现大家做起来非常吃力,就其实我教成人,教了很多年,我才发现,哦,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其实这些动作比较考验基本功,比较考验基本功在哪儿,你看, 我一旦形成的时候,这个地儿,胸腰的打开,然后包括手臂的延展度都有要求,含下来的时候,那个绕圈的轨迹,到沉下来的速度,对吧,到你的控制,它其实都有要求,但是我们因为单一的训练,你们做的太少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提你们肋骨的方向,你就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就是只能比和比和手,只能比和比和手,对吧,这个也算是涮胸腰吧,这个也是算是涮胸腰的一种, 但是它能直接帮你做匀手的时候,向后使手容易做成盘头,这里有这么个问题,手一旦起,手指尖要永远长长的延展,容易做成盘头的原因是你把手放短了, 再一个就是因为你腋下不开,腋下的韧带不开,就是所谓我们的肩不开,然后呢,我爱迪老师给过你们这个动作,记不记得这个,记不记得这个, 对吧,记不记得这个,头后拜佛式,是不是,对吧,记不记得这个,长根双手合十,这个动作要多做,因为你们的旁类这个位置上不开,对吧, 因为你们这个不开,所以导致你这个手到这儿就变短了,然后而且你肩膀可能也紧张,你再往前拉,所以你看到这儿就变成磨脑子了,是这概念吗,是这意思吧, 所以要从前手要戴,对吧,把这儿拉开,就是,菜都烧糊了,对不起了,没花了,菜都烧糊了, 芭蕾里边有一个,芭蕾里边有一个动作,法语叫Budbra,它就是起来向后下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为了让你练腋下这一块的延展, 所以你看芭蕾摆五姿的时候,这个手臂永远在后面,对吧,永远在后面,所以你们要练一下这个东西,对吧, 你们要练一下这个东西,正起手,然后向后带,练一下你腋下的这个开合度,其实相当于是什么呢, 其实是相当于,我们说手在上的时候,然后老师都说假耳朵,假耳朵,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练习者来说, 手在上,手心相对,这个平行的时候,你不能假耳朵,你这个手要比耳朵更向后,你的发力意识应该再向后, 因为对于不开的,你们比如说没练到不开的时候,我一说假耳朵, 大家手举起来,然后又累,你最容易做的东西是什么呀,是这样,是不是,累了,完了后背也不愿意延展了, 完了再耸个肩,头也放松了,所以手向上的时候,这个手臂一定要在耳朵后面, 在耳朵的后面,后多少都无所谓,后一点你也得后去,后一点你也得后过去,能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尽量练,起手在耳朵后面,对吧,再来一次,预备走,起手夹住耳朵后侧,对吧, 这个动作才能真正的帮你们把这拉开,才能真正的帮你们把这拉开, 要不然你们就是每天都在这狗了着,然后你看你, 这个动作出现,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对了, 来,然后我们再一次两侧的,两侧的,再一次两侧的联系,对,我们因为工作室在商场里边, 商场每天十点半才允许我们开门,对了,来,我们再来一次, 好,来,一旦练习,准备,不要嫌枯燥, 你们一定要珍惜啊,对了,手指尖向长,旁,后,眼睛看向前, 胸腰的幅度可以小一点,对了,一个头看前的,头下去, 看手的方向,耿住脖子,天花板, 反方向,眼睛看前面,小一点, 直接带最大圆, 领起来,头,看向斜下二脸的方向, 天花板, 七居三十年,风波尘头离开, 领, 七居三十年, 哦,我万里好江山, 千个字来军, 你遇见心事高, 杀的,眼睛看八点斜下, 好,看天花板, 哟哟, 手回来, 一节一节领起来, 小的, 此生可流生水滩, 都无情流不离, 大的, 看流生沮丧, 回生前阳, 不愿, 一生可流生水滩, 领起来, 看没我参圆, 举不见青山, 刀剑橱花成严。 哦, 6、7、大道 请追三十九 风火车逃离开 请追三十年 最远 5、6、提轴起 左边 8点起 躺 摆好 后 消育丸 6、7、8 2点 躺 停住 后 立起来 起 8点 前 好 停一下 好 后 后 立起来 一群歌一首是唱歌 別多操不願 君見情山 好皆中華全無憾 好皆中華全無憾 对了 刚才在刚才的练习里边 我们又加新动作了 我们加了什么呢 我们从盖向后变成了 平摊手到旁 后 然后再到侧腰 这个动作很关键 我刚才艾迪老师说 你们有时候做动作会滑了 你们全滑了在这 就是这下不清楚 所以提肘八点前旁 停住这个位置要关键 停住以后身体是直的 向后下胸腰 然后放正 再含下来 再经过提沉落手 所以 所以你们向后的那一下 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看 提肘指尖出去 摊掌向前旁 后先收住 然后肋骨夹 另外一侧 提 经过沉 拎起来站直 对吧 那反方向是同理 所以你们一定要清楚 旁到后 这两下一定身体要正 你们很多时候做不正 就是一旦组合起来 你看 到这儿不正 所以你们就会这样 就是一摸手 就糊弄过去了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一定不行 向下向后下胸腰的时候 痒的时候容易挺肚子 来 挺肚子的问题 刚才这些练习 刚才这些练习结束以后 这个歌叫天行九歌 天行九歌也是获存的 刚才这组练习 全做完了 腰疼的人抠个一 腰疼的人抠个一 来 我看一看 腰疼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腰疼的人 刚才整个练习以后 有没有腰疼的人 腰疼的人扣一 我看有多少个 这么多呀 这些人腰疼 疼也白疼 来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点 对了 疼的人 疼的人呢 就是应该爱骂呀 疼你也白疼啊 对 来吧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整组动作 我们做的都是胸腰 为什么大腰会疼呢 因为没有收核心 对 因为核心没收紧 你看 太多人 对吧 太多人 因为核心没收紧 这个动作根本就不伤腰 是因为你自己把腰 舔成那样 你看 你们一定是这么做的 前面都配进去 你看这腰了吗 你整个胯就全部都在运动 我们一直强调 符合心收紧 屁股收紧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的支点 应该在这儿 你们就应该想象一下 胸腰的支点应该在后背 大腰的支点踩在下面 所以你看我做这个动作 我符合心收紧 所以我跟大腰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你说 你们做完这个动作 你要是说你后背 肩胛内侧有点酸 这我都能理解 我都能理解 但是你们要是大腰酸 你们所谓梳起肌酸 那我只能是说明 你符合心没收紧 屁股没夹住 咱们符合心的事 已经说了很久了 肋骨酸很正 肋酸也很正常 肋患也很 对 你看有的人听我说 中段收紧了 是不是就不疼 腰就不疼 你们很多人跳舞 出现腰疼的原因 都是因为你们的 符合心不收紧 你们的屁股不夹 这件事很关键 你知道很多职业老师 也受这种苦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也承认 在台上可能舔更开 更好看 但是你舔完了以后 你就是要学会收紧来 对吧 因为不收紧 导致数几肌一定会疼 数几肌一定会疼 我跟你们说 背疼这个事很重要 背疼这个事很重要 背疼 背和肋疼 都说明你们练上了 都说明你们练上了 你们练到了 因为你们的肩胛 你们的背是最薄弱的 成人的背是非常薄弱的 因为我们成人很少练背 所以你们肩胛夹不住 这就导致 为什么很多成人 就是是塌着的 然后一做两个这样的动作 就觉得 哇老师 做完了以后 哎呀好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们背是很薄弱的点 背和肋疼 都正常 都正常 但是你们腰疼 就不正常 所以很多人跳舞 下来腰疼 不是这个动作有问题 是你做的有问题 所以那我先不说 符合心收紧 我就说把屁股夹紧 把屁股夹紧 所以做这组动作 自始至终 你的屁股都得给我夹紧 带头不带头 你的屁股都要夹紧 所以这样一圈做下来 你的腹肌应该更损 你的腹肌应该更损 对吧 背心还在疼的话 我们就稍微拉一拉 因为你那太薄弱了 所以你要拉一拉 让它放松一下 你那太薄弱了 所以之后就说清楚了 刚才那些疼的人呢 屁股为什么不夹紧 符合心为什么不收 尾椎为什么不钱包 尺骨为什么不上提 对转胸腰的这个动作 跟大腰一点关系没有 来了来了 然后我们紧接着 把这个动作连贯起来 刚才我们平摊到旁 到后 然后到右 我们盖手从斜前到旁 到后到旁 到站直 两个动作都练了 我们现在就组合起来 所以我们起手的时候 不是一个手在八点 一个手在二点 就是另外一个手在二点 另外一个手在八点 所以是两个对角 二八点交叉起的 脖子疼 脖子疼 你是不是梗太狠了 脖子疼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舌太狠了 一个是梗太狠了 梗着脖子还咬牙 要放松啊 我经常上课的时候 看见那个 学员们 比如说摆一个什么 稍微可能 摆一个稍微有点困难的造型 对吗 摆一个稍微有点困难的造型 然后你看他们的牙 后槽牙咬着 不要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不用咬着后槽牙 梗在那 然后就经常看见这个表情 然后我就经常说 我说那大牙 大牙咬碎了 咬鸡出来了 那个什么 瘦脸真白打了 使劲 使到嘴上 使劲使到身体里边 别使到牙上 牙咬碎了 该使不上劲的地儿 还是使不上劲 然后呢 演员是这样的 你累 累在你自己的里边 对吧 累在该收紧的地儿 别累在那个什么 表情上 不要搞到这种份上 来了 好 我们看他把动作串起来说了 所以 我们不是上二下八 就是上八下二 然后 经过胸腰打开 然后 经过 两个手换位置 手 拎起来 对吧 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经过 手打开 到后的时候 有的处理呢 有这个 其实看个人处理 有的时候 我们处理的更大 那手是平的 那对于女性来说 我建议你们 做个鞋上的处理 做个鞋上的处理 这样你的动作 看起来稍微会含蓄一点 因为 直接拉平的处理 我觉得更适合男孩 就是展的更开 对吧 但是女孩 我们向上提胸 可以把它处理的 稍微含蓄一点 所以给你们一个 V字形的要求 给你们一个 V字形的要求 其实这种动作 没有固定要求 我觉得没有固定要求 对于一个成熟的舞者 或者老师来说 他具体放在哪 取决于你的审美 比如说 我喜欢动作含蓄的 那我就不要给太大 只不过要我的胸腰身体 发力就够了 但是你要说 你说我就喜欢 特别大的动作 那你就拉开了 反正他也无所谓 就他也没有固定要求 我觉得 他也没有固定要求 对了 来 我们这样 帅一圈 一起 帅一圈 反方向 帅一圈 帅一圈 一起 帅一圈 对吧 对 所以就是 我跟你们说 其实很多东西 基本功是很基本的东西 然后呢 比如说深运课的很多元素 其实根据每个老师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们讲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舞蹈学院毕业的 然后他教我们深运课的时候 当时呢 你看我上大学 我们上深运课应该是04年 好像是 我是03级的嘛 我们是二年级开古典舞深运课 因为我们一年级都是芭蕾集训 对吧 当时我们上课 在我们小的时候 在学的时候吧 都是钢琴曲 就是从舞蹈学院芭蕾的钢琴伴奏 然后呢 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 那个林海的琵琶语 我相信你们可能都听过琵琶语 对吧 然后他那个时候 那个专辑刚出 然后大家就突然觉得 哇 这个好洋气啊 没这么听过 就新民乐嘛 然后他给我们所有的组合 就都是用这种新民乐的方式编排的 然后你就 其实他 而且他很多 他很多动作 他很多身孕的动作 是融入了他的想法的 你其实听他讲动作的时候 你能感觉得到 比如他想练你身体的 什么样的小味道 而不再是传统的 就是单一的练习 因为我们那时候 已经是大学生了 所以你有些基本功 其实我们已经解决了 就是你说动 我们已经不是死的了 可能我这动的不太好而已 所以但是呢 他就融入了很多 自己舞姿的东西在里边 所以那一年的身孕课 虽然累得要死 但是我们特别喜欢 因为他把每一个身孕 都变成了一个小舞蹈 而不是单纯的 就只是做什么 对吧 就一直穿林 一直摆 就不是单独做这个了 他就是加入了很多舞蹈的元素 我认为 我认为 我比较赞同我这个常老师 我常老师的观点 我比较认同这个 就是我觉得 其实身孕是为了舞蹈服务的 身孕不光是身体的韵律 你还有情感的韵律在里边 对吧 所以老师们在编排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有情节 你想想你跳舞 你身体解决特别好 然后你脸跟死了一样 就是我们说 很多时候你们看一个人 跳舞好不好看 我们说用肢体传达情绪 那我做提这个动作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配合一个什么样的呼吸 而不是为了单纯吸而吸 单纯为了提而提 跳舞是综合艺术 而且其实我们脸 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力的场景 你不能说 我就身体好 我就脸臭 我就脸臭 那你这个角色不成立 是不是 所以你的表情 呼吸 配合你的身体 这个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建议很多 就那个时候我特别赞同我老师 就是他编这个身孕组合 除了练我们的身体 他把我们的情绪也塞进去了 他用这些音乐启发我们 在这种动作的时候 你是美的 还是在这种动作的时候 你是痛苦的 还是你是有期望的 往远看的 还是往近的 还是发力脆的 还是帅气的 就是他把这些 他把这些东西融入进去 你就是让你的动作 变得更有想象力 其实我们说 跳舞跳得不好看的原因 就是舞者没有想象力 我就是见过很多机械舞者 什么叫机械舞者 就是练得非常好 身体特别好 我不能说你练得不好 你是职业院校的演员 练得特别好 可是我从你的眼睛里 看不见东西 我觉得你是苍白的 就是你就莫名其妙的 然后把你就是 学校学的那一套 打进去了 然后坐进去了 然后你可能活在 你自己的世界里边 可是你要知道 作为一个跳舞的人 我们可能是 我们首先是展现 自己内心的想法 其次我们是要感动别人 打动别人 都先别说感动 我们要打动别人 我们要打动观众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跳舞的时候 就只跳自己 然后或者假笑 开心 很开心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呢 就是其实你对观众来说 我们没有那个 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感受到你 就是纯真的情绪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都说表情管理 首先第一个 我教过你们鼻息嘴呼 跳舞的时候 要微微有笑容 我也没要求你 刺牙贼开心 不需要这个 我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 我们班有个小女孩 就是老师一说笑 就你也犯不着这样 鼻息嘴呼 先让我们的面部表情 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 我为什么强调 用鼻息嘴呼呢 这也是我一个 很资深的老师教我的 你嘴呼的时候 用这种哈的感觉 你这个笑容是自然的 要是我说 来你撕着牙乐 你这样时间长了 嘴就酸了 你会很尴尬 所以这样的笑容 就是假的 但是你一旦配合上呼吸 你看 因为你嘴有了功能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嘴也不干 你也不尴尬 你这个肌肉也不会抽筋 你要是 这一会儿就抽筋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 有呼吸的功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再说点简单的 要是没有角色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没说 你演一个古代美人 然后你去逛花园 你看见了湖底 你拍的 我没给你这种角色的前提下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呼吸配合表情 一般向上的都要看得远 看见远处的美景 向前的我们都是要拥抱它 拥抱美丽的景色 向后的我们都是微微寒住 对吧 我们干嘛呀 我们抱紧我们自己 向下的要吐干净 我们是一个累了 要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这都是最简单的情绪 所以向上 一定要看得远 向前一定要展开你的胸怀 所以你看你的基本的情绪进去了 其实这就是你练习的情绪 那你看啊 比如说我笑容 鼻起嘴呼 我拥抱大地 拥抱天空 往上是天空 浑说了 来 我拥抱天空 你说你的情绪是什么呀 你的情绪肯定是延展的 我要拥抱嘛 啊 其实特别悲情的歌 我们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动作 比如那个歌 啊 鱼记要死了 我也不会出现这种歌的吧 鱼记要死了 一定都是收起来的动作 对吧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云首的动作了 一定就是心胸展开 心胸展开 对吧 一定都是心胸展开的动作 所以麻烦你们把心胸展开 是不是这个概念 这样的话就是身孕最基本的 假如我不编小故事给你的话 我不编情节给你 最基本的身孕的那个情绪 你就都给出了 别说单独练身体 你看我每次给你们练身体的时候 吸气 看见远处蓝蓝的天 吐气 天真美啊 我缓一下 吸气 看见远处绿绿的大草原 我把这些花都抱在怀里 其实这就是情绪 这就是情绪 就最简单的故事 跳舞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们可以有想象的空间 而且为什么后几年 比如说像现代舞啊 什么这么风靡 原因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情感 去想象 就比如说过去你要跳传统舞蹈 为什么我们说有智固感呢 就是说你不能发挥 如果说明天你也鱼鸡 鱼鸡就是悲情美人 你就得悲情 你就得想象 就但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的训练方法 是这个东西跟你有关系 对吧 跟你有关系 表达的是你的情绪 我看见了我们武汉的蓝天 或者是我们广西的蓝天 我觉得哦 这个空气真好呀 我看见了我们内蒙的草原 或者是我们新疆的草原 这些花啊 我都抱在怀里 是不是 其实这都是你的情绪 所以你要靠情绪 配合你的身体 配合你的呼吸 这样你哪怕就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它看起来都是好看的 你比如说这种动作 爱丽老师想象 啊我就长出了翅膀 我就是那一百多只 一百多只大雁里边 最好看的那一只 对吧 人家说大雁飞的时候 是个人字形 那我当时也没见过 我当时没见过大雁 我吃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 对 所以但是我要想象 我是最美的那个 后面99个雁 都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 看我慢悠悠的在那飞 我慢悠悠的 全都看我 99个大雁 都看我 地上的人也看我 既然你们都看我 我的肘腕指关节 我就要飞得更慢 更优雅 让你们看我眼睛 不离开我 是不是 对吧 对不对 我求你这个问题 又绝对了 就是我说配合呼吸 你说这种动作 是吸气还是呼气 吸气 呼气 但是假如你的身体能量是够的 你靠骨骼肌肉都能做动作的情况下 你这个呼吸可以偏自然 可以偏自然 但是有一些大体上必须要配合的呼吸 那你不能 就算你是自然 你胸提起来 你也不能够 你也不能吐气 你一吐气 你动态就下来了 要把这些情感呼吸配合进去 所以你每次展开的时候 你要想着 啊 我是拥抱蓝天 你自然就会开的更多 而且我们这种开的动作 开的是哪啊 开的是我们的锁骨 开的是我们的锁骨 我说了 下胸腰的时候 包括我们做很多提向前舔的动作 还有向上的动作 我们一定要感觉锁骨找天花板 符合心收紧 锁骨找天花板 刚才我们竟然说到了琵琶语 那下面我们就用琵琶语这首歌 把我刚才讲的动作 锁骨找天 肋骨就外翻了 其实是这样的 你锁骨向上找天的时候 你肋骨就是已经被拉起来了 提的这个动作 肋骨肯定是轻微要打开的 提的这个动作 肋骨肯定是轻微要打开的 包括像你做舔的这种动作 这肋骨就是开的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跳舞 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解决的是骨骼的灵活性 是灵动的问题 所以你有开 你有肋骨翻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翻完了 你能不能给我闭合回来 这个才是要点 跳舞的时候 没有要求你一直翻着 也没有要求你一直闭着 你看这个老师边动作 我拥抱蓝天 这个天上的空气 真好闻 你看我是不是拥抱完了 我得干嘛呀 我得收回来 你们是拥抱蓝天 真好闻 那你还舔着呢 你没回去啊 对吧 来了 我们借着琵琶语 帮我们刚才的练一下 准备 打拉拉 起右手 向远 向后 旁边 沉下去 提肘 二点 拉开 向后 右 右 复合心收紧啊 腰不能疼 吸 迅速立起来 转发 旁后肋骨到旁,晨直,旁后,右,前,晨直。 拎起来,反方向,右泪寒,左边拉起来,旁后,左,晨,拎直,右肘,旁后,拎起来,走了。 一、二、三、三 佛心收紧。 一、三、三、三,四辞 向后的时候眼睛看向斜上的位置 右起 站直左起 胸向上推 右起 肩胛骨推肋骨向天花板 左起 手 手 手 肩胛 肩胛 所以我们整个的练习 我们的整个练习 要清除我们的胸腰的方向 我刚才说了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做了眼睛看向上的动作 斜上的动作 因为头跟着胸腰的方向走 你也不用特意看前了 单一练习的时候 我们看前面 是为了控制你的头 当然你一旦做顺了 对吧 拥抱蓝天的时候 你还得向上看 天在上面 但是我们看的是斜上 不要正看天花板 是斜上 就是你斜前 平时往上 45度的位置 斜上的位置 看斜上的位置 对了 今天我们早晨的课 我们是个热身的课 然后我们解决了胸腰画圆的问题 我们配合了匀手做了个练习 然后我要强调一个要点 我强调一个要点 大家做完了以后 要是觉得腰疼 别忘了做向后的动作 要拉伸你的竖脊肌和腰椎 要回腰 然后回腰的时候 尾椎要更向力包 所以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到大腰 当你符合心收紧 你大腰不会疼的 你大腰就是不会疼的 这个动作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 你们分清楚几点 你们要看清楚胸腰的轨迹和方向 所以我们二八点交叉起手 向上 符合心收紧 胸腰打开 然后继续 收下来 身体方正 反方向 对了 打开 盖下来 收正 两侧的方向是交替的 但动作都是一样的